作为传统的一个电子产品制造上出生的 一天集团我们曾经长期占据中国仪表电子工业的半壁相伸 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提出来的规划 我想这既是世界制造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同时也是一天的自身转型的需要 在一天显示的智能车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一个数据 包含了我们环境方面的数据 以及生产制造过程当中的数据 以及社会的状态 这些因素都会对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成为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也想过说在我现有的条件下 用无限的五连的方式 那进行数据的采集 以及引进大数据平台 在我们的数据分析活用方面 那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解决 那在我们智能制造项目一期当中 我们和富士通合作 引入了富士通的智能生产效率智能仪表盘 以及引入了大数据平台 也在大数据上面进行了一些应用的探索 然后也在那个无线互联网方面 进行了一个实践的探索 那么以前我们用传统的方法 去进行那个报表统计的话 那这个甚至说有的 比如说那个我们设备的进出的记录 它非常大大 每个小时的话 就要产生起什么样的数据 那它统计起来的话 就有差不多要十几分钟以上的时间 但是我们通过大数据的话 它可以几秒钟的话 就可以把数据採集起来 而且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个通过 那这个在我们管理人员 及时去获取信息 才去措施进行 即使对应和改善 是非常大的 我们也期望的话 能够跟富士东在资能制造 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方面 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我们一起来共同拓展中国的市场 帮助更多的我们的企业 也包括我们政府 实现数字化的转型 这是我们的愿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